好 那我们回到正题来看 那今天来讲 我们今天议题讲的就是 如何通过Oracle May Suite 来支持企业 做所谓的一个 全局道管理 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目前我们 我这里agenda定了三个 三个一个议题 第一个就是 整个全局道 对跨境电商来讲 整个全局道的管理痛点 有哪些 它会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那大概是从这个方面来做一个切入 那第二个就是整个 渠道的一个依据前面痛点 那整个整合的方案跟方向是什么 那我们提出了我们的方案的一个亮点 那最后呢 我们举出实际的一个客户的一个案例 对于整个全局道的整合 透过Oracle May Suite 然后透过我们的方案 我们体现了什么样的一个价值 给予这个企业 我们围绕了这样的一个 几个议题来做一个分享 好 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一个议题 就是全局道管理的一个痛点剖析 那我很简单的用两个slide 两个片子来跟各位做一个总结 做一个注解 第一个就是整个中国的跨境企业的 飞涨在近五年 从2015年16年到2021年这样的一个时间 它整个业务的增长是超十倍以上的业务的增长 那一直到近两三年疫情的关系 包含航运的一个费用的增加等等 那他们其实内部也在做不断的做一些调整 假如在中国内部电商在做调整 他们其实在整个利润上来看 整个跨境的一个利润 赛道这个利润来看 将对已经开始趋于平缓 但是整个出口的增值量跟交易金额 还是逐步在做地生的 但是对于整个跨境企业来讲 它的利润也不占 那第二个就是他们现在着重在于 利用整个中国的一个体系 包含中国世界工厂 或是本身的一个优质的一个供应链体系的支撑 他们开始在转化 由原来的原来的铺货 国外铺货就类似像杂货铺那种概念 什么都卖 那概念转向于精品 精品的一个概念 就是自由品牌精品的一个概念 来做一个推进跟发展 那这个是他们目前的一个趋势 那第三个就是这些电商开始除了 夫妻店也好 或是一个小型的一个 一个几个单一店铺的角度 的店铺也好 这些开始排除以外 大部分有体量 有规模的跨境电商 开始会走向所谓的资本市场 就是IPO 走向资本 然后引入新的资金 来做一个横向的一个扩充 这个是大概他们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台湾呢 来看 其实台湾一直都是以外贸为主 然后但是都是以代工型企业 在做土逼的一个外贸 但是近两三年来开始也随着网路的一个发展 我们开始也开始跨境 透过网路开始来做 透过电商平台来做一些产品的销售 渐渐的把所谓土逼的业务来做一个调整 开始做延伸到土西的 土西的一个业务的发展增量的一个部分 但是最终他们现在的一个发展方向 跟经营思路理论上呢 就是应该开始逐步从线下贸易的方式 转向透过电商的同路来迈步 最终还是要朝向自由品牌 自营品牌的方向去做发展 这个是目前台湾跨境企业的一个 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跨境电商行业普遍面临的问题 我想在座各位都是如果是大型的卖家来看的话 肯定对接的平台不会只有一个 尤其近期亚马逊封号那么多 很多很多卖家为了生存 肯定要再增长其他的平台 包含eBay,沃尔玛或是虾皮等等 这是属于不同的平台 那去不同的平台 对应的不同的系统就会多 所以怎么在一个企业里面 对到不同的平台 我可以透过单一的一个系统 单一的平台 把它做一个整合 这是第一个问题与挑战 毕竟每个平台的接口 对于栏位的定义 数据的类型 抛转的内容肯定都不一样 所以整个统一的管理平台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就全球化的供应链 那刚刚也前面也提到 中国衣服它是世界工厂 或是优质类供应链体系 那这一块确实是怎么去支持跨境企业 然后提高整个选品的一个优势 然后精准有效的掌握出所谓的库存 跟对应的物流成本 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怎么去优化跟提升 所谓全球化的供应链 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为第二个痛点 那第三个痛点就是全球化的运营 那我刚也提到了 企业很多都要走所谓的合规 甚至要在世界拓展 对应的一个贸易的一个据点 所以肯定在日本、香港、新加坡 甚至美国、加拿大等等 都要对应的一些公司组织主体呈现 那怎么去做 在一个ERP里面 或是一个平台上 可以以一个集团的视角 来支撑整个企业全球的一个发展跟运营 讲的就是这个点 那最后呢 我们从业务也好 从前端的触点销售到业务到整个财务的环节 都通透了以后 那最后就是数据的一个积累 那怎么帮助整个管理层 整个集团 整个公司 在整个运营的绩效上的一个提升 对吧 那怎么透过一些工具 怎么透过一些核算的维度 来做一些不同视角的一个切入 讲的就是精准核算的一个分析 所以大概从这几个点我们来做一个切入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就是整个跨境企业来讲 其实它的业务链条是相当广的 从前端的订单的接入 那订单就包含不同的平台也好 有自建站 有独立站 甚至有其他的一个电商平台 包含2B的1688等等都有可能 那从订单进来以后 那我可能就对于订单的一些预处理啊 那有一些合并啊 有一些订单的派分啊 然后对应的一些 呃供应链的一个运作 包含库存的跳波啦 或是要进行所谓的采购啦 然后采购以后有所谓的入库 直减等等这样的一系列流程 到最后财务这一块 收入的一个确认 这一系列流程 它其实链条是相当长的 但是我们思考一下 这样的一个链条 是市场上可有一套系统 是完全可以全链条支撑的 我可以打包票是没有的 除非是自言 那可以打包票 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数据 呃不同的模块 不同的业务执掌 所割裂出来的状况 就会造成现在 前端运营可能 因为不同的业务平台 我可能要切割不同的系统 来做支撑 然后对于开发人员也好 业务人员要不断的要做 数据的一个转置 预处理 讲的就是运营系统 那在整个供应链 最快来看的话 相对 很多系统相对成熟 包含整个做预测的也好 做计划的也好 做采购做发货等等之类 那这一部分也相对成熟 但是毕竟从前端的运营 到供应链到财务 这一块的业务体系 其实大部分都是割裂的 更不用讲未来的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 你总不可能前端的运营的定义的栏位 所看的讯息到供应链 要重新再定义一次 到最后BI的分析 还要重新再做一次转置 那这个是非常不现实也耗时费力 数据也相对不准确嘛 所以这个就是目前跨境企业 所面临在整个复杂的价值链上 所看到的问题 包含整个讯息孤导 OK 那在第一段我们了解 我们现在所要诉求的点 从渠道 从供应链 全渠道 从供应链到整个财务的支撑 那怎么帮企业来做一个方向 这个全交整合方向的一个支持 那我们有提出了几个方案的一个要点 给各位分享一下 那我们就围绕在这四个点 第一个全渠道管理 那怎么去实现多渠道的一个整合 包含线上线下 对吧 线下的部分 线下门店的部分 有Post机或是外部的数据 来做一个导入的动作 对吧 那怎么依据不同的门店店铺 来进行不同维度的分析 那怎么去横向扩充不同的栏位 来做一个打标记 打标签的一个概念 进行一个信息订单的一个分类跟执行 讲的就是全渠道的订单管理 这样的概念 第二个就提升供应链的效率 那Oracle那属于它本身的一个平台 它就是一个云的平台 又有进销存加财务对吧 它是一个标准ERP 云的ERP平台 那它又有一个模块来做所谓的预测 当然它里面对应的一个门户来看的话 也可以对供应商寻报价的管理 客户的管理甚至经销商的管理 在这平台上都是可以做到的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对于整个供应链的体系底下 对于怎么去 那个供应协同这一块的效率 然后能够快速的准确的响应 对应的库存 避免所谓的报款的货品没有库存 或是非报款的产品没有及时的被发现 而积压在仓库里面 这对整个企业来讲 库存的积压是非常伤的 包含其他的一些库存的一个保留的成本 或是一些物流成本 这些都是非常高的 那第三个就是 我怎么可以实时的去关注到 整个物流费用的一个物流轨迹 到费用的一个核算 物流模式的物流种类模式的一个优选 那这个就是讲的 就是供应链效率这一块 那第三个就是实现所谓的液材化 液材一体化 我刚刚也讲了 OcloneXV是一个语音的ERB平台 从前端的触点订单的接入 到财务的核算 它是实时在系统里面呈现的 当前端业务发生 当订单发生 采购订单或销售订单发生的时候 对应的财务的总账的影响 其实就实时发生了 不用等到月底 在做月结的时候 才能看到对于总账 对于企业经营概况的一个理解 呈现 所以它是标准的 实时的液材一体的一个系统 OK 那第三个 第四个讲就是支撑 跨国业务的一个拓展 那Olico那时候我刚刚讲的 它就是一个云的ERP 它只要有网路 有手机 有Pad 有电脑都可以透过网路登录以后 去操作使用这样的一个软件 对不对 那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它本身 它的财务的支持 支持一百多个国家的当地的 本地的一个财税合规的一个报表 也支持二十几个国家语言的一个切换 甚至在整个财税合规上支持 USCAP或是FRS的部分 那也可以 伴随的整个企业未来增长横向的一个组织上的一个扩充 OK 不用因为未来 比如说现在是国内 台湾或是日本这样的一个企业 未来增长到北美或欧洲的时候 我要系统打掉重做 这个是不会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个整体的一个转型的一个价值上 我们可以完全支撑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Olico那时候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方案的蓝图 那我们从最下面来看的话 三个蓝色的区块 他讲的就是数据中心 数据库的概念 然后又有对应的一个开发工具 SweetCloud的部分 那也有BI的工具 都是内嵌的 对于用户来讲 无需再去购买 包含开发的工具也好 开发的平台也好 或是报表也好 那他自己内侃200多张 近300张的实时的报表 包含对应到 仓储的啦 供应链的啦 销售的啦 财务的啊 那对应一些仪表盘的约指标都是 还有一些KPI都是已经定义好在里面 谁开谁用的 那再往上一层就属于业务运营的部分 包含从商品的运营 然后计划到整个采购到整个供应链的管理 仓储物流到财务这一块的一个一系列的链条都在这样 基于这样的平台 我们把业务依据客户的需求做业务的拉通 那在网上看一层的时候我们可以结合当一个企业规模体量大 订单数据量大的时候有些业务的呈现可能需要有一个数据中台的概念来做对接 这个就是另外的方案后面会稍微介绍 那再往前就是所谓的一个决策的一个入口 包含就是对于BI的部分 报表指标等等之类 这个就是内侃的部分 另外我们有所谓门户 因为那是云役RP 所以它会有所谓的供应商门户 也有所谓的经销商门户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业务的协同 跟管控 我讲的就是整体的一个方案难途 OK 这就是整块的一个业务的部分 好 那这是整体的方案难途 那我们以下呢 针对这样的方案难途 我们提出我们方案的优势跟亮点 第一个就是 透过Oracle MaySuite实现订单交付 到才会核算一体化的平台 那对我来讲 我前面所诉求就是 全渠道的整合 怎么透过一个平台 我们透过开发工具 将对应的订单全部接到 对接到所谓的Oracle MaySuite 然后对应订单的确认生成以后 订单的确认生成以后 它的订单的一个流转跟执行 到最后仓储之间的一个减货打包的发货 到最后财务的结算 一系列的链条都是从端到端 订单到订单来做匹配跟关联的 讲的全流程的一个监控 那第二个亮点来看 我们刚刚也提到所谓的数据中台 那我个人这里简单的下一个注解 单日的交易量超过三到五万 只要超过三到五万 以Oracle MaySuite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不建议它直连 因为对于整个用户的使用效能 肯定会受影响 所以我们前面会搭一个所谓的 订单数据中台这样的概念 当然搭订单数据中台 有几个发散点 除了刚刚讲的业务的一个需求 业务量的一个需求以外 再来就是整个业务场景怎么更贴切 在客户端的一个业务操作上 这是第二个要点 第三个 我可以透过这平台多方的延伸 包含刚刚前段的触点 我线下门店也有Post机 对不对 我有第三方舱的接口要对接 甚至我有金流的一些接口 对吧 支付宝也好 乒乓也好等等 这些我们都是要对接的 所以怎么透过这样的数据 完整的对接对外的讯息 最后同步相关的订单讯息 库存讯息 财务讯息给OracleSuite 来做确认即可 那这个是整体的一个 依据NMS前端 在搭建一个中台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第二个亮点 我们回报来讲 就是供应链的部分 那以往的供应链来看的话 都是用推送型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的方式就是 依据前端的运营渠道的 一个需求量 我们来拉动后面的一个 供应链的体系的需求 的一个支撑 那在一样单一的平台上 我从订单到供应链 这块是完全穿透化 可以更实时的响应 更准确的响应 供应协同的这样的一个业务 那第三个亮点 就是落实所谓业财一体 那从这张图来看 我们把前端的业务跟财务 分两个模块来看 其实当前端的业务 不管是销售订单 或是采购订单 当业务发生了时 其实对应的财务的总账 或相对的自动化 相对的总账的影响 其实都已经自动生成了 所以以这样的业务来讲 单对单的匹配 以财务人员来讲 它的核算的效率跟准确度 是最高的 所以为什么要做 所谓的业财一体 为什么要做合规 为什么只有Oracle内 是不是可以支持 企业合规的运营呢 讲的就是我怎么做 单到单的一个 单到单跟单到单的 匹配跟合销 然后包含实施的数据的呈现 OK 最后就是整个财务方案的 一个亮点 那财务方案刚刚讲的 我们可以支撑企业海外的布局 跟拓展 那海外的处局跟拓展 布局跟拓展 就会牵扯到几个重要的点 第一个 我怎么基于一套的数据 包含从公司的主数据到架构 然后包含到订单 包含到SKU等等 我怎么用一套的数据 来支撑整个企业的发展 然后又是相对合规的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财务 财税法规的一个遵循 从FRS也好 从USGAP也好 那对于整个财务的一个收入 确认的10点 这些东西 Olocomers是完全可以支撑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独特性 刚刚讲的 我为了要布局全球 我怎么去支持不同区域的 当地的 出具当地的 财税报表 讲的就是 我的系统有独特性 我可以支持100多个 国家的 陈水报表 OK 那对于这些报表 我们也可以依据你们的需求 或是当地的一个 公司的需求 再做一些调整 跟再客制化的部分 OK 那回到 刚刚讲的这么多 就是讲 我要支持企业 全球化的布局 那Olocomers的优势 就完全体现了 包含它里面有个 One-word的模块 对吧 它可以依据集团的视角 来横向的扩充 不管是亚洲也好 欧洲也好 美洲也好 对不同的国家 来独立核算 不管是日元核算也好 美元核算也好 或是欧元核算也好 或是台币核算也好 甚至于人民币核算也好 都是可以完全 各自独立去支撑的 OK 那对于财务体系的一个 报表 刚刚也介绍了 有FRS 它是有US GABE 有100多个国家的当地的财税报表 完全是可以直接开通去使用的 无需再额外去做开发跟定制 OK 所以它是完全可以依据客户的体量 跟未来发展趋势去调配的 跟支撑企业发展的 那四之二的亮点呢 就是我要诉求的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集团式的架构 那集团社交 不管是你是两成也好 母子公司也好 或者是三成 有孙公司也好 彼此之间的公司间的加价处理 跟公司间交易的自动化 是可以自动生成的 对应的公司间交易的路由的设置 跟公司间交易的一个叠加的一个预设置 都是在这一块平台上都可以去做的 那当然站在管理财务 管理会计的一个思维上 我可以针对不同的维度 产生不同的核算报表 OK 然后相对灵活跟配置 OK 那4.3 我们站在财务来讲 我要讲的是布局全球合规 第二个就 第二个刚刚讲的就是 第二个就是针对公司间 内部交易的一个支撑 第三个就是所谓成本精细化管理的部分 那我怎么 因为成本的部分除了采购加价 采购成本 采购公司间交易 采购叠加到最后的关税 运费 这些内容 我怎么把这些费用完全可以 落实在对应的SKU上面 完全还原到原始的SKU上面 我怎么在既有的模块里面去制定 我的分摊路径 我的分摊规则 然后出去对应的利润表 OK 讲的就是我要做精细化的管理 在这个整个财务模块是可以完全支撑的 OK 那第五个要点 刚刚讲的 我们从前端的全局到整合 到整个业务的穿透透明 到整个财务的响应支持 最后不外乎就是我要做BI的分析 我怎么去支持高层领导层来做决策 那讲的就是我有BI的工具 我有BI的报表 我有对应的一些指标或是仪表盘等等 那不用额外再搭建或是购买 对应的BI系统或工具 直接就可以相对应的去做一些呈现 然后而且都是当下实时的数据 无需在等对应的一些月解的一个结果 那讲的是最后 第五个方案的亮点 好 那以上我这里就针对整个 我们的方案亮点做一个说明 最后我这里快速带一下 我们整个全局到整合 所带来 对于用户所带来的一个价值的体现 我想刚刚前面都已经提过了 多平台整合 订单的一个清洗 汇整到整个订单的执行 穿透 供应链的协同 到整个产税的合规 还有数据的分析 那这个就是最大四个方案的亮点的一个呈现 那这个目前来看呢 整个中国目前有在整个华南 华南的区块就已经有一两百家以上 跨境链商在用OracleSV 那其中你看到了东方思路易社 其他老板也是台湾人 那其他的都是体量都至少在三二到五个亿甚至十个亿以上的大卖家 这个就是我们给提供的一个交付的一个logo墙 那我后面简单举个例子 就是针对厦门某某某科技公司 那这家公司已经用Oracle上线两年了 那他的平台也多 除了2B以外有2C的业务 那他自己本身有很强的技术团队 所以他只有自研的ERP也有自研的OMS跟WMS 那理论上因为他们也是在做 主要需求是做业务转型 他从铺货转成精品 这是一个第二个他要做财税合规 所以他引入了导入的OracleSV 那我们对接他的既有的OMS跟WMS 来做一个交付 OK 那这是他的一个业务流程 刚刚也看到了前端的订单平台相当的多 对吧 那他公司组织从这来看 至少就有三个阶层了 从厦门国贸 厦门控股到海外的子公司 三层不同的业务职长 不同的业务职长 国内的公司 厦门国贸来负责采购 委外等等 然后在销售给所谓的控股 控股在卖货给海外的公司 那这一块的公司间交易的链条 是有加价跟管控 还有包含仓库间的一个归属跟调拨 都是在这样的链条上去实现的 所以这个是他整体信息化蓝图 因为我们配合搭建了他的WMS跟OMS 订单数据 然后来做ERP的一个呈现 所以我们最后导入到ERP的时候 是以订单发货的讯息 或订单的财务讯息 来重复到HoloConnected 里面来 OK 这个是他整体的方案架构蓝图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架构蓝图分所谓的前台复点 中台到最后后台的一个结果的呈现 这个是我们目前所带出来的方案 好 那最后最后那我们来告诉大家一下 总结一下就是HoloConnected 为什么是跨境电商的一个不二之选 OK 当然就是基于这个平台它的弹性 不管是从组织横向扩充弹性 或是再开发的弹性 或是内部业务流程再定义的弹性 它是完全可以支撑这个跨境电商业务快速发展的一个平台 第二就是供应链的这一部分 它有预测也好 有中间的采购跟业务流转的一个流程的管控也好 怎么去做一些预制的一些算法 来实时生成对应的一些供应计划 然后来提供对应的一个供应链的部门一些建议 来帮助对应的一些发货也好 采购也好 或是库存的一些调拨也好 都是可以实时来做响应 而不用等到半个月后一个月后 再来看对应的一个调整 所以讲的是怎么去做快速响应 利用既有的穿透的供应链品的一个流程 第三个就是业材一体 然后支撑多维度的部分 我想刚刚前面都已经提到了 它是一个反向扩充 对于整个组织 对于核算 然后对于整个交易层面 它都是可以反向扩充 然后支持企业反向扩展的 最后呢 因为它是一个财税合规的一个平台 对于有未来有出海 有上市IPO需求的 要提供对应合规的一个 审计的一个报表的 那欧罗公司绝对绝对是不二之选 那这以上是我对于整个跨境业务 跨境的痛点 还有跨境它所可以给企业带来的价值 做一个很快速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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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报跟交流 那看在座各位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 可以做 做一些 简单的交流 那如果有必要深入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Dennis 跟各位 做一个要约 我们可以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交流 好 那我们把时间交给Dennis 谢谢